衣着一样布料不同 身体一样心境不同 招法一样理解不同 2010年整整十年过去了 那时我在这里演练龙华拳的启示 很多网友看到了残影 听到了风声 那我今天在这里再次展示 圆大家的一个梦 很多私信给我想看一看 看我现在还能不能演练 说实话这样的功力权 我现在练得非常少 很多年来不碰它 但是这些招法都在多少年前 都印在我的心灵里了 忘是肯定忘不掉 为什么我不去练它呢 因为它很伤心 以气运生 然后它的抖动 对我们心脏的考验是非常大的 修行之人讲究的心平气和 不要去扰乱身心 所以对功力权 现在我们是少一些的练习 对慢权是多的 好 下面我的展示